今天我们来聊聊一款多用途战机 FA-18EF是海军的船 而F-16B则是空军的首选格斗机 从他们问世之日起 这两款战机的命运就交织在了一起 因此今天火力军将深入探讨这两款战机的实战能力 比较一下究竟谁更胜一筹 考虑到两者都有不同的改进型号 我们将以FA-18EF和F-16B作为对比双方 进行详细的分析 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机继承了最初FA-18的设计理念 但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设计 机身尺寸扩大约30% 这款战机的空重增加了3、17吨 最大起飞重量则增加了6、8吨 此外FA-18EF采用了隐身外形设计 其原本的圆形进气道已改为方形 并使用了含有雷达辐射吸收材料的涂层 双发双锤尾的设计 使其称为美军首款兼具战斗机与攻击机双重身份的型号 在动力系统方面 FA-18EF配备了两台通用电器F414G400窝闪发动机 能够让战机的飞行速度达到1、8马赫 在不挂外部流箱的情况下 超级大黄蜂的最大作战半径可达到1600公里 与其前身大黄蜂相比 超级大黄蜂在重量和尺寸上均有所增加 并增设了额外的装备 例如战术加油系统 使其可以在飞行中为其他超级大黄蜂提供燃料 从而延长作战持续时间 相比之下 F-16B则采用了单发设计 这种设计选择取决于不同的操作需求 美国空军偏爱F-16的单发结构 因为这能有效降低维修成本 而海军则更倾向于超级大黄蜂 因为其在生存性方面的表现更佳 F-16B的重新生产 主要配备两种发动机 一种是通用电器F-110G-132 这是F-110系列的最终改进型 装备于第70批次 另一种是普惠公司的F-100PW-229 也是F-110引擎的最终改进版 装备于第72批次 F-16B的最高速度可达2马赫 最大作战半径同样为1600公里 显然在速度方面 超级大黄蜂略逊于F-16B 由于采用单发射击 F-16B的整体重量有所减轻 同时风阻也相对较小 在尺寸相近的情况下 单发战斗机的续航能力 并不比双发重型战斗机差太多 例如F-16与F-15的最大作战 半径差异仅为400公里 在航电系统方面 超级大黄蜂表现的相对更为出色 作为美国海军的主力舰载机 F-A-18EF的水平 至少可与F-16Block 60相提并论 最新的F-A-18EF-Block 3 配备了全新的座舱设计 采用了单一大型触控显示器 技术水平与F-35相当 此外 它还具备分布式目标处理器 网络任务计算机 以及战术目标网络技术 能够汇总各单位的战场信息 显著增强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使超级大黄蜂能够全面了解战场环境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担任空中指挥官的角色 超级大黄蜂装备了新型NAPG-79有缘相控阵雷达 取代了之前的机械扫描雷达 其对空探测距离可达220公里 此外 超级大黄蜂还配备了第二代 红外搜索与追踪系统 专业人士指出 在航电指挥管理和电子战能力方面 超级大黄蜂的技术水平 优于F-16V 在超级大黄蜂的衍生型号中 有一款名为EA-18G咆哮者的战机 装载了大量电子战设备 能够有效干扰空域内的各种电子频谱和雷达 根据多次与F-22的模拟战记录 咆哮者能够将F-22的雷达干扰到几乎失效 成功占据有力位置 并多次模拟击落F-22 F-16V同样在航电系统方面进行了显著升级 与F-16EF相比 F-16V的机体设计 回归至F-16CD F-16EF的机体几乎重新设计 更换了一半以上的零部件和子系统 整机空重从8 6吨增加到9 3吨 雷达是F-16V升级的核心 F-16之前装备的 NAPG-66雷达在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一流 但如今40年前的超市局破绽需求与现代要求大相径提 因此 F-16V在升级时更换为更先进的 APG-83雷达 这款雷达的性能与F-35所装备的 NAPG-81雷达处于同一技术水平 能够对隐身战机进行一定的探测 其对空探测距离为120公里 对地探测距离为295公里 从而为F-16V提供更强的态势感知 和更快的全天候目标定位能力 NAPG-83不仅强化了F-16的多用途能力 还能够对空对海对地进行综合探测 甚至对低慢小无人机具备一定的反隐身能力 能够同时跟踪多达20个目标 相较于原先的APG-63雷达 探测范围增加了30% 整体战场探测能力提升了220% 此外 NAPG-83利用F-22与F-35AESA雷达的硬件和软件共性 赋予F-16V5代战机雷达的某些功能 使其躋身于先进的四代半战机之列 同时 F-16V的座舱也进行了升级 新座舱结合了改进的任务计算机 和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 配备了彩色多功能显示器 大型高分辨率中央显示屏 头盔式显示系统 以及大容量高速数据总线 为飞行员提供了更为直观和高效的操作界面 F-16与F-A-18的研发和服役时间基本相同 但两者的作战目标有所不同 F-16主要是一款以空中核斗为目标的战机 具备出色的空战性能 承担纵身空中拦截 近距离空中支援 进攻性反空战 防御性空战及拦截任务 同时也用于压制敌方防空系统 其主要任务聚效于空战 与此不同 F-A-18则是一款多用途舰载机 从F-A-18大黄峰开始 美国海军完全取消了传统攻击机的角色 将其替换为F-A-18 它兼具战斗机和攻击机的功能 在执行完某项任务后 F-A-18能够迅速返回并更换武器 随即执行另一项任务 或在单一挂赛点 同时携带两种不同打击类型的武器 最初的设计计划中 洛斯罗普打算研发三种类似型号 单座F-A-18接体F-4鬼怪的空战任务 单座A-18接体F-7海盗2的攻击任务 以及双座的TF-A-18教练机 设计时考虑到了空战和攻击的切换功能 然而 经过评估 最终将F-A-18和A-18统一为一种型号 即F-A-18竞载机 经过重新设计的超级大黄峰 具备11个武器挂点 其中机翼外侧有两个 机翼下有三个 机身下也有三个 机翼下的两个挂点均为重挂载点 使得超级大黄峰的最大外挂重量可达8吨 它能够挂载多种武器 包括AIM-9响尾蛇导弹 AIM-120先进中程空空导弹 AGM-65小牛空对地导弹 AGM-84空对地导弹 AGM-88反辐射导弹 AGM-154防区外武器 AGM-158JAS AGM-84鱼叉反舰导弹 以及RESM 此外 超级大黄峰 还可以携带大量的GDM-SDB激光 制导炸弹和空投鱼雷 从数据上来看 F-16B甚至可以被视为 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 经过升级 F-16的武器挂架得到了改进 具备了挂载新型武器和吊舱的能力 早期的F-16无法发射中型炸弹 而F-16B现在能够搭载 AM-120和AM-9等空对空导弹 得益于高性能雷达和狙击手目标 瞄准吊舱 F-16B也可以挂载 AGM-88反辐射导弹 G-SOW联合防区外武器 AGM-84鱼叉反舰导弹 以及JDAM等多种精确制导武器 为了解决AM-9X空空导弹的大离轴角发射性能 F-16B还装备了新型头盔显示器 实现了头盔瞄准功能 实际上 F-16与F-A-18的命运 自诞生之初就交织在一起 它们的问世时间相近 地位相似 均被视为轻型战斗机 并在空军和海军中承担高低搭配的角色 如果执行对地任务 超级大黄蜂的综合实力显然更强 但在空中格斗中 F-16B则表现得更加出色 在20世纪60年代 美国海军和空军几乎动用了所有机型参加越南战争 由于当时战机强调高空高速与多用途 而对机动性的关注不足 这导致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表现不佳 因此 到了60年代末 美军开始考虑研发新一代战机 并于1972年正式提出新型战斗机计划 最终通用动力和诺斯罗普获得了原型机生产合同 原型机编号分别为YF-16和YF-17 当时迈道公司的F-15重型战机即将研制成功 军方希望选择一款轻型战斗机 与价格昂贵的F-15形成高低搭配 1974年 YF-16与YF-17相近首飞 美军经过对比 最终选定了通用动力的YF-16 两款战机的设计都十分优秀 均采用单座气泡座舱 电船飞控系统及大边条一体化设计 选择YF-16的原因在于 其出色的机动性与加速性 最高速度可达2马克 虽然落选的YF-17同样优秀 双发设计使其更适合海上飞行 但诺斯罗普与迈道合作对YF-17进行了改进 使其具备更好的生存能力与多用途 从而获得海军的青睐 1975年 海军正式宣布YF-17成为舰载战斗机 并更名为F-18大黄蜂 由于F-18能够承担空战与对地等多项任务 因此也被称为F-18 通过1986年美军空袭利比亚和1991年海湾战争等几次作战任务 F-18战斗机展现出故障率低 作战灵活 战场生存率高等优点 因此 F-18衍生出了多个版本 如F-182侦察型 F-18EF双座战斗轰炸型 以及EA-18G电子战型 F-18不仅替代了A-6A-7攻击机和EA-6B电子战飞机 还取代了美海军长期使用的F-14重型战斗机 成为其主力舰载机 然而 在大黄蜂服役后 海军的多用途需求并未完全满足 且存在许多缺陷 例如缺乏夜市装备 无法进行夜间精确打击 火控雷达性能不足 不能挂载AM-54导弹 机动性不及F-16 空战能力逊色于F-15和F-14 载荷能力低于A-7攻击机 此外 其超音速拦截能力 多任务攻击能力 航程和作战半径方面也不出色 因此 美军对大黄蜂进行的改进 推出了C型和D型 升级了一些航电系统 前机身增设了 自卫干扰机阵列和雷达 垂尾顶部则加装了 ALP-165高低波段天线 1992年 美军开始了新一轮的改进 发展出了FA-18EF超级大黄蜂 此次升级 不仅仅是C和D的简单提升 而是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 由于美军取消了 A-12隐身舰载攻击机的研发计划 超级大黄蜂变得愈发重要 与C和D型相比 超级大黄蜂的尺寸 增加了25% 但零部件数量减少了42% 并对机翼 尾翼和起落架进行了重新设计 强化的机体 显著变化 包括采用不规则四边形进气道 取消双锤尾之间的减速板 机翼前缘边条增大 并换装推力更大的F414G400发动机 配备全权线数字电子控制系统 同时油箱容积也得到了提升 F16战机则在1974年完成首飞 并于1978年正式装备空军 拥有多个型号和批次 目前总产量已超过5000架 装备了全球30多个国家或地区 成为现役最多的固定翼飞机 F16的改型非常多 涵盖了单座战斗机 双座战斗教练机 侦察机和先进技术实验机等类别 如F16XL F16CCV和FTIF16等 尽管大多数没有进入量产 在洛克希德公司接手后 F16的发展策略发生了改变 不在追求动力或结构上的变化 而是专注于航电系统的改良 F16V战机在2012年新加坡航展上亮相 因带有V后缀而被赋予 Viper的昵称 2014年 台湾空军向洛克希德公司 提供了两架F16进行 F16V标准的升级和改装 2017年开始批量升级 考虑到台湾的需求 FA18EF与F16V各有优缺点 FA18EF适合执行多任务作战 尤其是对海和对地攻击 具备较强的生存能力和较大的载荷能力 相对而言 F16V在空中格斗和机动性方面表现更为出色 且具备优秀的航电系统 在实际操作中 这两款战机可以相互配合 形成空军的强大作战能力 FA18EF可以承担对地和对海打击任务 而F16V则可以提供空中支援和制空任务 结合各自的优势 以提高整体战斗力 因此 台湾根据具体的作战需求 选择合适的战机 并进行合理的搭配与配合 将更好地提升防卫能力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